哈喽,大家好,这里是Jobber的思维成长记录 这期节目我们来聊聊关于马来西亚的九王爷庆典 说起九王爷,我个人的想法 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 夜终于可以和家人出去玩 就是那种很热闹啊 然后有那种面粉捏的公仔啊 很多糖果,很多零食这样 然后就拜拜了,过后手会有那个黄色的布 然后我对他的九王爷的认识也就停留在这里 所以我就有点好奇了 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些书跟网上搜寻资料 所以这一期的节目都是从书上跟网上搜寻而来的 这里要做一个声明 以下的内容都是关于那些声明的传说 那些版本可能跟你听到的会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请大家理性的看待哈 如果有什么输入的话 也可以请大家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哈 感谢大家 本期节目将分为九王爷的来源和传说 九王爷庆典的仪式这两个章节哦 我们先来说说九王爷的来源和传说 先说口述的吧 然后也会有文献记载 我过后会在后面说 关于九王爷的来历哦 各地的神庙都有不同的版本 比如有人说九王爷是斗母所制造出来的 就是九母在那个莲花池洗澡过后 有感应而生下的九个孩子 也有人说九王爷是九个英雄 九个抗日分子 九个武艺山战士 然后也有人说是九个结义兄弟 九个海盗 或者劫富济贫的海盗之类的传说 还有些传说是讲他们是以前中国古代的九个王帝 清朝的九位列士 明朝的九位地下忠臣领袖 也有人说是九王爷是医生 拥有神奇的治病能力 可以让重兵者或者是被护神的人回复 也有人说他们是九个结拜兄弟 就和满清政府对抗要反清复明 然后也是有一些关于道教的传说 就是他是有关于到那个旅动兵的传说 据说旅动兵正要离开南天 看到海上有一艘帆船 然后正当他要靠近的时候有一个光环 他就拿那个剑去挡住那个光环 但是他这个举动就会 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大风暴 然后就把那个船给弄翻了 然后船上有九个船员就掉进海 然后就 没有了 然后他就回去一往大帝那边就问 可不可以救到他们 救他们的命运会怎样 然后玉王大帝就说 今天是九月九日 死亡之书上写着 这九个人会死在你的手上 然后旅动兵就感到一点很无奈 他就为了减轻他心中的那个愧疚 他就跑去求那个斗母 就问他可不可以解救他们这九个船员的灵魂 然后斗母就将这九个船员就收入 收为弟子 然后教他们法术啊 然后就在他们掌握那些法术过后 是那个斗母就去 求玉王大帝把他们封为九王大帝 也有可能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每次九王爷庆典的时候 他们都会去河边或者海边去请这九个 海员的灵魂上来 然后就是哀悼他们英年早逝啊这样子 然后这九个船员也被封为九王爷了嘛 当然要去请他不然这样做那个庆典呢 然后也有一个传说就是那个九兄弟被神剑 然后他的头消失了 然后就冲了上天 然后他们的灵魂被那个斗母称为弟子 然后也是请玉王大帝去封他们为九王爷 然后还有一个早期的版本是说他们是九个龙王 或者是海神海龙王的名义来供奉的 然后还有一个版本是那个汉朝的版本 这里是写汉末 张道琳因五斗米教的身形 就累积了他的势力跟财富 然后他没有交税给皇上 你懂咯没有交税 然后皇上就招他进拱 就有命令九个乐师在一个密室里面 弹奏那个很诡异的音乐 然后就叫那个张道琳负责取摸 然后张道琳就用他的法术 就过后 他就找到那九个乐师的地方的下落在哪里 然后他就拿他的剑这样子挥两下 然后那九个在密室里面的乐师 就瞬间他的头 没有了 然后那个皇帝怕这九个乐师的灵魂不散 他就把他们的头全部放进一个大罐里面 然后贴了一张符就丢进海里面 然后结果这九名乐师的灵魂 是真的去缠着那个皇帝 然后那个皇帝顶不顺就把他们封为九王大帝 然后接下来我们讲讲有真的有记载下来的那种文献的记录 在这个文字的记录当中呢 斗姆是被称为九皇爷的母亲 斗姆是指北斗七星女神 然后斗姆也有其他名字是天后 天母 盗姆 斗老 中国盗教是使用天后这个名称啊 然后斗姆是出生在天诸国 他嫁给周玉北境之王 然后就生下了九个孩子 然后他的这九个孩子都叫九王 他这九个孩子都被称为人王 他这九个人王的名字为天鹰 天忍 天柱 天心 天晴 天福 天充 天锐 和天童 他让这九个孩子得到一切超然的智慧 然后就因为那个北方地区人口很少 他就带着他们南下 就定居在修子山 然后在修子山那边附近的那些居民 就看到他们的衣服啊 很华丽 然后战车用品全部都很美很华丽 就把他们奉为他们的国王 就选他们最大的那个儿子 奉为他们的国王 然后就把他称为九头四 但是很多时候他都是被称为人王啦 然后在那个原始天尊的邀请下 斗母跟他的儿子共享天伦 就把他安置在北斗星的枢纽 叫斗树 斗树 因为其他的星辰都是围绕着他转的嘛 所以他就被封为太初天道女王 这就是北极星之母 斗母的有称呼的由来 他的称号是斗母天尊 祭天上北斗星 祭天上北斗星之母 然后他和他的丈夫是住在同一个宫殿 然后他的九个儿子就分别住在围绕着他的那九个星的宫殿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版本呢是讲他有九个在宫中当裁的书生 都 被那个藏天师 过后 然后他的 那九个书生 就突然有一天出现在那个渔民的梦中 就告诉他们会那个大海会每隔一段时间有一个大风暴会出现 然后如果他们要平安无事的话就在他们的渔船上面 放一个竹竿 然后放一个九王爷的旗子 然后他们这样做的话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然后有当然也会有一些不听话的渔民 他们就没有照着做 然后真的当那个大风暴来临的时候就 听话的就没事不听话的就结束难逃 所以就那些变成幸存下来的渔民 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九王爷对他们的恩惠 他们的奇迹 因为九王爷救了他们一命 然后过后就讲这个故事传遍了整个福州渔民社区 就为了感激九王爷的恩德 他们就决定在每一年的农历九月 初一到初九 庆祝九王爷这个庆典 然后他们都会穿着白色的衣服 然后次数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心 接着我们进入九王爷庆典的仪式 以下的内容我是根据周福堂先生 对那个安邦南天宫的九王爷庆典的记载而说的 然后可能每一个地方的神庙的庆典会有不一样啦 也欢迎你们在留言区跟我分享 我们先说高灯升旗的那个仪式 通常他是在八月最后一天举行的 就 before 9月初一嘛 然后他那个高灯也被称为九曲灯 是由九盏油灯装在三层玻璃盒中 最上面一层是放一盏 然后中间那层放三盏 然后最底那层放五盏 就像针着斗 高灯会挂在一个竹竿上面 然后那个竹竿是有连同着树叶跟树脂的 是完好无损的 然后就会像一个衡量这样子交叉 固定在一个30公分厚的树干 这个树干是经过挑选的 在那个树选定之后是 然后砍发之前 他们也会有进行一个特殊的仪式 其中还是有一些竞技的啦 他的那个竞技就是参加的人必须要吃树 然后到那个森林过后是 他们不能大声说话 因为怕会惹到一些不开心嘛 然后如果他们需要小姐的话啦 他们必须要蹲下来 也不然就会得罪其他一些的东西 然后在砍发之前 他们必须要真的住在那一个树里面的 那个森林的许可 然后并请求他去住另外一棵树 然后才可以把那个树砍下来 然后砍了过后是就会把那个树皮剥掉 然后就会再去那个神庙 然后他那个树干中间会贴着一个白纸 就会写用红字写着天官赐福 然后树干底部是用那个草席包着的 然后油灯上面系着一个黄色的三角旗 上面写着是九王大帝四个红字 然后相传那个油灯越高哦 神庙跟信众都会越来越幸运 不过吸引来的鬼神也会越多 就善恶也会越多 然而那个高灯的高度是有限制的 因为你就他吸引过来的神灵或者阴魂 是需要被施死 那个高度必须是和那个庙提供的食物的能力相成 就你不能放的高高 然后食物不够这样子就不可以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情况下的话 那个不够吃的恶鬼就可能会搞一些破坏啊 骚扰啊之类的相传啊 然后他还有一个记载是讲 因高灯吸引而来的神灵或者鬼魂 就会善良的会顺着那个树干下滑 然后会为那个神庙带来好运和福气 然后比较凶的会被走遭的那些天兵抓 抓获或者 这样传说啦 然后会有一些没有指示拜祭啊 那些孤魂野鬼 会聚集在那个高灯上面 然后被死死兵交给九王爷或者是派去冥府 然后其他非正常 的鬼魂 会像就可以向九王爷请求救赎 然后据说这九天里面哦 这个灯是不能熄灭的 如果一熄灭就可能会预示着将会有灾难会发生 然后接着就会去到那个迎接仪式 然后那个街头游行啊 会在大概七点 晚上七点左右出发 就有两名信徒领导 就各自带着一个黑色背景的八卦旗的一半 和两个旗手 然后骑手后面会有四个拿着大鼓的信徒 然后就开始演奏给他哄哄哄那种 然后其次就是精心装饰的绿色红色白色黑色黄色五色旗 然后分别代表掌管武营的五位武将的轿子和椅子 然后椅子是在鸡桶的 轿子是在九王爷的香炉啊 灵太祖师天府元帅三太子天斗元帅 然后每一位元帅都会有他的鸡桶 相应的鸡桶伴随着 通常只有九王爷的鸡桶会做那个轿子 其他的鸡桶都会是不行的啦 然后他们会一边表演那个皇后舞蹈 还有那个皇后仪式 然后一边挥着剑啊 匕首啊 斧头啊 就是他们的对应的武器 然后他们基同做的轿子是对公众开放的 然后神灵做的轿子是会被用那个脸部遮住的 然后在那个轿子椅子后面内就会有那些神庙的委员会成员啊 道士啊 卢主啊 头家跟信众 他们都是穿着白色衣服的 头上会绑着一个白色的头巾 然后点着白色的蜡烛跟那个酒之香 接到两旁都会有那些蜡烛跟香啦 就是表达对那个神灵光临的喜悦 然后每座轿子都会有两名信徒在扛着 然后那个轿子哦 会好像有一个无形的力量这样子 在推他们一直慌 一直慌 一直慌来慌去就 看起来好像 然后那个鸡桶哦 会时不时从轿子跳下来就是挥舞他们的手中的那个武器 驱赶那些流进人群的那些不好的东西 就恶魔啊或者邪灵啊 然后也会靠近那些路途经过的每户人家 他们有都会有摆一些公平在路边 表示好像迎接这样子的 他们那些几种会跳去 会下轿然后去他们的拿他们的那个公平 可以放进嘴啊或者是咬一下就表示他们接受那个公平 然后当他们那个游行队伍去到那个河那个西流的时候是 他们会 因为这个仪式是非常保密的神秘的情况下进行的嘛 只有那个炉主才可以亲自接待九王爷 所以他们会用一个不保着来遮党公众的视线 就确保也会有保安人员 确保不会有人靠近那一个范围十米以内哦 然后根据那个周福堂先生 他对那个南天公九王爷的记载哦 他他访问到一个退休 他有经历过这个疑似的退休了的鸡童 那个鸡童就讲他那个炉主会跪在那个西流中间 然后手拿着那个香炉 他会把那个香炉半压在那个盒中 然后那个道士就会在旁边一直念咒语 当那个道士发出那个信号的时候 是炉主就会将那个香炉这样子 微微倾斜这样子来拔一个水球上来 然后那个九王爷的记同说 有时候炉主会看到一个影子啊 或者云啊 就会有时候可能会感受到一股冷风 伴随着那个水滚进那个香炉 就形成一个水球这样子 然后当那个水球在那个炉过后 是那个炉主就会把那个炉升起来 就让他在那个水中漂浮一段时间 然后同时那个道士也会继续的念咒语 来赞美那个九王爷的来访这样子 然后在那个仪式结束过后是 他们就会把那个炉放去那个九王爷的窖子里面 然后就抬回去神庙 这里也有人说他们那个九王爷的鸡同的那个恍惚行为 就他们闯护的那个仪式的手势 是可以看得出接下来那一年是好是坏 就如果他的表现看起来很比较平静温和 就接下来的那一年可能会比较安稳平静这样子 就如果他表现到比较出炉的时候 就可能预示着下一年会比较有斩纳 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五营领地神兵派遣一世 他就是在那个祭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负责人 会在那个祭坛上面 祈求主命神派出天地间的神兵和水火神兵 连同马匹将领就部署在五个营地 然后那个道士就会念咒语来邀请各方的天兵神将 就迎接仪式完了过后 是接下来的九天里面 他都会有一系列的那个仪式来拜祭的 但是他里面也是有禁忌的 就是如果你拜九王爷的话 你一定要吃素 而那个蜡烛只能点白色蜡烛 而不是红色的 因为红色代表血嘛 就这对九王爷来说不是很喜欢啊 然后书中还有记载一个 是在泰国的那个九王爷的庆典当中 他们还有一个是那个日游凌晨沐浴的仪式 他这个据说这个仪式是提醒民众可能 如果是犯下众火罪啊 不尊重父母或者老人啊 或者在社区家庭之间散播不好的那种谣言啊 提示他们会有这种惩罚 就咧了过后 而在槟城的九王爷庆典当中 还有一个是火球表演 火球展示包括踢铁球还有那个剑刺球 铁球直径大概13公分 然后在那个炉中加热大概48个小时过后 直到它变红 然后展示的时候是 那个鸡同会在街道上面 然后将那个球从那个炉里面拿出来 然后有4到5个灵媒将那个球踢来踢去 然后接着就是那个钉球表演 那个鸡同会拿着那个手柄 然后就是像钟摆一样这样子一直晃那个铁球 然后就会甩去他的肩膀 就这样甩去他的肩膀 过后就是打击他的背部 他是没有穿衣服了 不过我是没有看过这类的表演 如果有看过的朋友 欢迎你们在留言区留言 因为我也很想知道 回到我们的主题就 各个也还会有那种占卜仪式 占卜纸条 取摸仪式 保孕仪式 开孕仪式 祈福仪式之类的 比较多人观看的就是那个 进化与赎赎的过桥跟过火仪式 我们先讲那个过桥仪式 过桥仪式一般上都会在晚上气 八点左右进行的 然后是在那个活动庆典的 第八点进行的 然后那个桥大概有六点五米长 高一米宽差不多一点二米 然后摇摇晃晃的装置 就搭在一个木质的框架上面 然后那个桥头在路口两折 会有三个台阶 然后桥的木板都会铺上 一大层 一层一层的那种大金箱子 或者是通行费啦 然后来确保那些参加者的安全的 然后桥的每一个角落都会有一个旗子 四个旗子是代表四个方向的四位森林的领地 它是来守护着那个桥的四个角落啦 然后桥下面会有三串五盘 然后都是放那个油灯的灯芯跟大堆的那个大金箱子 开始是由四名那个鸡同和道士进行桥梁的开光仪式 随着那个仪式的开始是 就会有那个天府元帅在桥的北边 驱逐就是那种邪灵 然后当他爬上桥的另一端的时候 是那个道士就会在桥的四个角落撒水 然后吹他的那个牛角 然后就是向着那个龙的叫声来 吓跟驱赶那些不好的东西 然后那个田都元帅就会去带领参与者过桥 然后那个道士就会站在桥的路口 然后那个九王爷的鸡同就会站在桥的出口 然后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这个仪式的 不过他是大部分他们的那些人都会穿着白色的衣服 头绑那个白色的头巾 有一些地方会叫他们不要穿红色的衣服 然后或者是手绑着那个黄色的那个布啊 就是表示他们和九王爷结缘 或者成为他的弟子这样子 然后在他们那个道士会在他们那些信徒 参加这个过桥仪式的信徒的手中 他们有些人会拿着一些衣服或者其他的物品 那个道士会在上面盖那个九王爷的那个印 就是代表吉祥如意这样子的 然后当他们走到尽头的时候是 他们会将那个红包或者陷阱放在那个木桶那一边 就是相信他们的这些公平会给他们带来好运啊 或者是福报啊这样子 然后过后是那个马府元帅跟灵太祖师 会疯狂地砍着那个过桥 就是很像追赶那些不好的东西 然后过后就会到那个九王爷的鸡同 也会很沉重的步伐走过去 然后很像要阻止那些不好的东西过桥 就是他会反复会动他的身边啊 这样子就是不要给那些不好的东西过桥 来增加他们的功力这样子啦 据说 然后这个过桥的仪式是表达越过水的障碍嘛 然后那个过火的呢 就是象征阳战胜瘾 三战胜恶 获得面对邪恶或者阴历的免疫力 过火这个仪式就是会在第九天 就是九月初九晚上八点的时候进行 他们会在中午之前就开始准备啊 就是先在那个空地四个角落放置 那个灵太祖师天都元帅 马虎元帅 铁虎元帅的祭坛 然后那个共神过火的那个胶子 都会装上五面三角起 就是代表罗盘的不同方向 东是绿色 南是红色 西是蓝色 北是黑色 中间是黄色 而一开始道士就会一边念经 然后在四个角落 撒那些浮水 然后在各地的那个祭坛进行祭祀这样子 然后那个火路是由一百代那个火弹组成的 大概3.5米长 1.2米宽 0.6米高 上面铺着箱子跟那个大金箱子 然后在那个广场的路口处 仪式场地的旁边两边都会放着 两半黑色的八卦旗 然后还有那个互相交叉的龙形长枪 就是来阻止那个邪灵入侵的啦 然后道士在那个结束奉献仪式后是 他会继续一直念咒语 然后那个在火堆 在撒那些浮水啊 然后就有一些工人在那个火堆的旁边哦 丢那些煤油进去就反复几次直到那个箱子跟边缘的那个火炭完全燃烧为止 然后过那个道士就会开始吹他的那个牛角并逆施针的旋转 然后整个这个动作重复三片过后就会挥动那个身边 就也是驱邪的意思啦 然后他就用刀在那个火堆 那个炭火堆的每一个角落画一个雪山符 然后他的那个道士手上会拿着那个代表雪山符咒的绿色锦旗 祈求那个天神的力量来给那个火堆降稳 就让那些参与者可以安全的通过 我原来是这样 我还很好奇为什么那些人在那这样热的火堆走都会没有事情 我们还跟我讲是在上面撒了盐 然后那个火是不热的 然后过后就是那个九王爷啊 灵太祖师田都元帅的轿子从那个大殿中抬出来 然后就会有各式代表的鸡童带领那个游行 所有参加者他们的衣服也是白色 然后那个头绑黄色的头巾 然后鸡童呢 他只穿了那种传统的白色裤子 然后要绑一个白色的布 然后他们身上都会随身携带一个卷起来的九王爷皇旗 来保护他们不受伤害 也会有一些禁忌 就是参加的人需要保持清洁啊 然后过去九天都要吃素 要栽戒 就是连那些不可描述的行为都不可以有 你懂得 然后在参加游行的时候 不穿鞋子啊 然后身上不可以有任何金属的物品 据说这些物品是对那个神是不好的 然后那个庙房 每年都会建议特定年份出生的人 不要观看这个仪式 就怕会有冲突 就好像我们看那个林郑盈的僵食片的时候啊 就是 肃盖肃敲戒情违背那种啊 就接着就是 妙的人会在那个火堆上面 撒入生米和柴月混合的大量原力 然后随着那个盐的融化会降稳 OK 我妈是对的 然后在那个道士带领队伍 然后那个道士后面就是 卢主啊 鸡童啊 九王爷啊 灵太祖师 全都元帅 然后就是信徒 然后就是过那个火队哦 然后据说有些地方是只有男生可以参加 女生不可以 有些地方是男女都可以参加啦 然后接着就是那个结尾就出酒啊嘛 然后接着初始就会有一个结尾仪式 他会有两个收尾仪式 一个是公送九王爷 然后一个是将那个等的仪式 然后公送仪式跟那个迎接仪式是一样而已 也是去到那个河边 然后通常他是在下午四点到六点之间举行的啦 然后仪式由道士跟卢主主持的 那个道士会一边念着咒语 然后那个卢主就会拿着那个香回导入河中 然后感谢九王爷的到来 然后接着卢主就会拿出一个乌龟 然后上面写着放生两个大字 然后过后就是那个将等仪式 他是也是由那个道士主持的 然后他手就会一直摇着那个铃啊 然后一直练着咒语啊 然后就安护那些鬼魂 要求他们离开 然后就有一个人爬上去 把那个灯取下来 然后放回去斗木工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内容啊 我有尝试改变一下那个形式啊 希望你们会喜欢哦 然后感谢你们的收看收听和支持哦 也感谢你们的建议和鼓励 我会努力把那个内容做好的 然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见